成份股上新澳能源一定是今天衝的最多 因為完全猜不到 但問題是衝了上去是被有貨的人走的 你如果衝完上去之後你走去追 很多時候就 因為問題就是你剛剛報到說 佔比最多 入得最多是京東 多少 都是1.54% 你想一下新澳能源有多少 印象好像0.81% 有多少被動資金入到去 衝上去你還要去接 你可能說這些散戶衝的資金 比動資金還要多 變相就是有貨為多謝 給我為我走 問題就是你通常想恒指成份股入了之後 我們怎樣去部署 有貨的就是恭喜自己 可能衝高一層 譬如京東這些 本來也看好了 本來打算是看360多的 現在很快的到了 策略就是要不就中線次 有沒有搞那麼多東西 要不就吃一吃糊 看看有沒有機會到位買 低不會低很多 你最多都是說上星期五的位置 省3% 想想自己是否需要這樣去做 另一方面是說其他的股份 你本身不太好 可能純粹斜著一些因素夾上來 你要想想實際的基本因素 新澳能源面對著氣方問題 天然氣管道的改革 利潤會被收窄 所以說其實基本面上 不是真的豪德許變 所以我不會建議 出完業績之後馬上去追 剛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